沉寂好一段时间的中国迷魂党 近来似乎有似恢复然的现象 国内各地区都传出新的案例 今天早上在柔火星山的早市 就发生类似的事件 但是这次是民众合力捉到了两名 相信是迷魂党的中国籍大妈 他们遭愤怒的民众挂上了写着 迷魂党字眼的纸牌 在抛水果以及鸡蛋羞辱泄愤 狼狈不肯 今天早上八点左右 两名被怀疑是迷魂党的中国籍大妈 在新山美加勒花园早市寻找下手目标 结果当场被居民抓个正着 他们被拖到店外时还被民众长乖 其中一名中国籍大妈还被吓得嚎啕大哭 之后两名中国籍大妈 她双手双脚被捆绑 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坐在地上 遭愤怒的民众泼姜水 再被抛水果及鸡蛋羞辱泄愤 他们的身旁还放了一张写上 迷魂党三个字的大字报 不少围观民众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据悉这些迷魂党在新山美加勒花园 一带行骗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最近一个受害者正是在新山美加勒花园 角市经商的小贩被骗超过两万一千令吉 迷魂党都是以红江为耳 他们会问受害者知道什么是红江吗 然后便引起受害者的好奇 向他们追问详情 受害者之后便会迷迷糊糊地回家 拿钱或者亲饰品交给迷魂党 新山吹水站点书的网民分享指出 两名迷魂党成员之后交给 私底安南警局处置 NDP7综合报道 我看到想让我 ost开能 hacer 我看到大家有什么时候 我没有伤害 我没有他的费路 我没有所得的 我身边的人 那便宣伤